新竹光復路和关心路口 一名女学生正在过马路 一辆货车疑似没注意到行人 迎面撞了上去 女神生硬生生被卷到车底 索性身体只有多处擦错伤 另外澎湖203县道 则是发生一起三车追撞的意外 一辆白车逆向开在对向车道 撞上黑色轿车后 白车偏移到旁边的车道 后方白车疑似反应不及 跟着撞上去 场面相当的混乱 三名驾驶都没有受伤 九车直均为零 镜头转到花莲光复 台九线236.2公里处 21号上午9点多 发生一起自撞翻车意外 一辆自小客货车 违规穿越双黄线 超过前方的大货车 下一秒突然往右急切 撞上前方桥蹲防撞杆 疑似失控再往左切 还发出刺耳的刹车声 撞向左方防护栏后 随即翻车 惊险画面让后方驾驶 看了尖叫连连 警方获报到场 发现男子受困在车上 消防人员破门 将他救出后送医 警察伤性驾驶人 右肩及左脚操作伤 无生命危险 警方调查发现 男子的驾照被注销 偷鞋检测后 酒车值高达1.79 无照上路已经违法 酒后开车更是最佳一德 记者何孟谦 严玉龙 刘己娇 周梦如 金竹澎湖花莲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 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 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好